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就嫉妒我们这些人了 我们这些搞电视的 我们弄点诗词大会 中央台的节目做的这么样的火 结果就发现你们这帮文化人难伺候了 有的人微博上就说了 少年人能背两句诗词有什么了不起的 还把他跟红羊传统文化挂钩 这也是穷门篓子 我说你们这怎么回事 这不是我说的 这份诗多好 你写了一篇文章 我写了一篇文章 对这个节目很不尊敬 还好 我只是讲背后有些东西了 因为大家 因为有的人把它抬得太高了 怎么说 就像你刚才说的 就好像有的甚至说 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寻父行为 寻父 就是好像寻找文化上的那种父亲 父亲 寻根寻父 对 但是我觉得中国文化本身 当然它非常丰富了 就是说也包括了唐诗颂词 以及以前的很多诗词 但是就电视节目呈现出来的 我觉得更多的 那娱乐的东西更多一点 但是文化本身 我觉得思考性的东西应该更多 如果 但是和电视节目也有关系 就它呈现出来的东西 它肯定还是为大家所接受的 不是说带着大家思考的 那个相对来是会少一些 那唐哥呢 唐哥看这节目了吗 说在春节期间穿火 除了枪枪三身形之外 我基本不看电视 可以再放一遍 除了枪枪三身形之外 我基本不看电视 但是呢 我是这么想 我同意培允刚才讲的 中国所谓的国学也好 国粹也好 里边垃圾居多 这有可能会很多人不同意 你比如说唐诗三白手 实际上是从三万手中选出来 全唐诗三万手 选出这三百手 这三百手 是不是首首是精品 不一定的 第一手你知道是啥 全唐诗 不是 唐诗三白手 一定是一个皇上写的 全唐诗一定是皇上的第一个 有可能是唐太宗或唐玄宗 我记不太清了 实际上我还从头大致翻过一遍 你看像唐诗三百手 第一手是张九龄的 叫敢玉 蓝叶春威蕊 桂花秋角节 欣欣死生意 再死为佳节 嗯 其实好吗 很好 反而最后一首是一民间的 反而好听一点 就是那个特别著名的那个 呃 花若 呃 劝君莫惜金吕义 劝君惜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 直虚折 末带无花 空折之 这句我最熟 是吧 这个 其实反而有意思 反而有意思 那是一个乐府 就是跟这个 韵律啊 什么跟这种 很讲究这种各种格式啊 关系不大的 其实我觉得中国很多文化的东西 像陪伦讲的 你更上述一点 上到诗经 上到储诗 上到那些民间 更民间一点的东西 反而更有意思 而不是说这个已经被亲定说 OK 这是特别好的东西 然后你就往下背 诶 那冯唐刚才 其实他有点现实批判的意思 嗯 他就说在唐诗 这个全唐诗里面 也有种官大学问大 那种感觉 是 是 这就像有人去讲 就是说 这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皇帝的家世 啊 这跟这个权利有关系 我听你这意思 我觉得你可以到那当评委 没请问 冯世仁 这次呢 我还发现有有一个地方 就觉得 当然我觉得 你也要理解中央台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电视台 对吧 他有必定有一些意识形态色彩 那么有吗 有些人就是说 说那个老师 说那个老师呢 当然咱就说毛泽东诗词 我也会背啊 咱们他自有他的格调 但是呢 似乎是在节目当中啊 言必称毛泽东诗词 这个东西 有些人闻着味有点干嘛 但是呢 我觉得这就算这个这个 这不算主要问题 好像其实大家真正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记忆力 对 这个 你比如说这次火了一个叫武艺书 武艺书 真是200后 2000年 女生啊 十几岁的姑娘 哎呦 这女生这个形象 长得好 他不 肯定是好 你刚才哎呦 那是说明长得不错 但是就是说 我现在都不能随便评价女人容貌哈 但是有人说 真是说说这有些有特特意禀赋的人呢 看着是有点像那个外形人当中的美女 就是 你这好像是在说法 身高一米身高一米八二 嗯 真的女孩一米八二吗 嗯 然后我看就是说 哎 真是有点像那个 哎呀 我不能随便再说女人长相了 就是骨骼清奇 对对对 骨骼清奇 嗯 而且就是到倒背如流的这种程度 所以很多人就讲 就说这个玩意儿 但是这个唐诗诵词什么 为什么要倒背呢 哎 你提这个问题有意思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其实 呃 你知道学问两个字啊 嗯 学问呢 学我觉得很多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记忆的过程 问是一个思维的过程 但是我们其实要说中国的教育很大程度上 就是有学而无问 所以就包括像这个唐诗诵词啊 这个诗词大赛的这样的 这个比赛 我首先我看到很多人能够记起一些诗词 我其实是觉得很温馨的 因为他唤起我很多记忆 比如我在小时候 我没有什么书可以读可以背 对吧 就看点唐诗诵词 就课本里头那那那点东西 他甚至也可以说是我文学启蒙 非常重要的一站 对 我为此我我我我我会感激 就原来受过的教育 因为当然也是接到了这个原来的这个中国传统的经典的文化 他只是浮光略影的接触到一点 但是如果我们回想就是中国的文化只是这些东西的话 你又很悲伤 对吧 你比如唐朝到底留下了什么 如果只是那些诗的话 那这个时代他不是很虚无吗 或者说或者说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 所有人都在表达自己的内心一点情绪 而且很多都是重复表达的风花雪月等等 那我们后代很多人在对他 一方面是在继承一些东西 但但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可能只是在记忆 而这个记忆我作为一个老师 以及原来考过很多文科试卷的一个学生 那我觉得其实很多这个记忆力测试 那个测试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伤害式的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打一个比方 比如说我们原来历史考试的时候 会考鸦片战争哪一年爆发的 你知道哪一年 这很清楚 但是他要考你哪一年哪一月爆发 哪一日爆发的 那我就觉得很无聊 为什么要记住那个具体的那个日子呢 它真的那么重要吗 对 我们需要的是非常详细的 就你知道一些事情来因后 那个前因后果 这个后面的整个的逻辑 对吧 思考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们很多考试是 思考记忆 哎我我现在对你这个很有一个共鸣地方 就是你看我现在也跟现在一些年轻人接触哈 哎 我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呢 呃我能背的是肯定很少了 嗯 但是呢 每一首我能从中得到特别大的快乐 嗯 然后呢 我有时候就随口跟这个年轻人去讲 你知道吗 他们就会觉得 哎呀 原来这么好玩啊 嗯 说原来是这样 你比如说哎 咱就是说孩子们最最最最会背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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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黄梨明翠柳 嗯 一行白露上青天 窗寒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传 嗯 然后一次我就跟一个孩子讲 嗯 但是你刚才说这个 我打断 你说两个黄翠 两个黄翠柳翠柳 但后面他接一句一只红杏出墙来就是可以的 好 那就是创造性了 那我就是说唐诗诵词里面 除何日当午 有一些这个呃 好多是一些意象 这些意象他堆系在一起 就你怎么放都可以 你说的是 我不是贬低他们 对我懂啊 但我觉得呢 嗯 我说你看这就是四幅画 嗯嗯 你你知道吧就是 我觉得可怕的不是背诵和记忆 我我小时候啊 呃也是喜欢背这个唐诗三白首 我就觉得呢 有用处 包括背一些个论语里的一些话 这个用处啊有点像一个老和尚讲的 我觉得他讲对了我的个人感受 就是我当时背啊 嗯 我并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 可是因为记在心里啊 嗯 大概到我十七八岁的时候 有一次见到一座山 嗯 或者有一次碰到某种场景 嗯 哎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 哎 有一次我好像送我哥哥去远行 他要去很远的地方 然后我送他到那个那个机场啊 哎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嗯 我看见他那个背影 我自己一个人啊 就就就 引出一句 我说此地亦为别 孤朋万里争 嗯 当时我就觉得自己有点哽咽 嗯 你看我就觉得这是许多年在你心里啊 背过的一个东西 有一天唤醒了 所以我说的意思还是什么呢 比如两个黄历名村里有这个 他就是四幅画 嗯 我把这个画啊 跟这个年轻人这一讲啊 我说你看这个画 门口 停泊着 都都东吴万里的船 他们如在眼前之后觉得 哎呀 他说我们小时候了 就让我们背这个画 嗯 你没有去很多时候是 你背过了 但是你没有真的进入到这个美感当中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孩子他对这个背啊 不感兴趣的一个原因 其实呢你跳出来 如果综合二位的对这个背诵的看法啊 其实应该是两面看的 一面呢 背诵有时候是必要的 特别是在你不太懂的时候 哎 你呢 让自己引进一下进去先背了 就好像你吃东西不见得能马上消化 但搁在那 或许哪天你会被重新点燃 因为你背的东西带了古代的信息 然后有一天忽然说 哎 我这个书跟我行的路 做的事 印证了 跟我眼成看的紧 印证了 就跟你刚才说的似的 说哎 就人书合一了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讲呢 背诵不能过分强调 就不能硬背 倒背 那是很耳朵 很傻子的人才会倒背 有病吗 对吧 你干嘛要倒背 倒背如流 我见过那样的 还有 没有 就包括比如说像长恨歌 像这个 那么长的一些这个 诗词 从头背到尾 我们当时有一些老师是这样的 然后让学生这个每次语文课 开始的时候一个人上去背 像我呢 就背一个出货日当午就完了 对吧 我们真有女生背这个寻阳江头夜送客 就背到底 有没有用 有用 但是你投入的时间和你收到的好处 其实可能是不成正比的 但我们都想了 这么多的好诗词 如果是只有那两句该有多好 那些乱七八糟没有多好 我基于这种想法 后来创了这个超简失败 好 您还一败 超简失败 超简就是不一个字都没有 春水出生 春林出圣 春风十里 不如你 你要比这个古诗的字还少 我想说什么意思呢 从读书的方法论 古人有时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读书窃界再匆忙 寒永功夫性未尝 不懂不妨 全放过 妾身需要及思量 对吧 是这么说的 说得好 唐诗三百首说 这个 叫熟读唐诗三百首 不会饮 也会饮 不是那个饮 他说熟读 不是说让你背 其实 有些背是没必要的 然后 很多时候熟读了 禁银的身了 我也不是那个银 禁银的身了 我发现 你就会自然朗朗成送 是的 就有时候自然就脱口而出了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但是人家中国十四大会弘扬民族文化 咱们没法比 是对的 我们也难免受到当前的这个恶搞的潮流的这个影响 是吧 小少不得也要拿他这个娱乐一下 所以你看 不是我们辫子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武艺书 我是为了给你看看这姑娘 现在不是正式鼓箱清奇的这个 也奉勤期待 看看今天 谁能够 笑到最后 大家 现在 开始 人间的月光飞进 谁能够放肆 谁能够放肆 不愿当歌队酒时 不是个骂子 是毛弹 两月如梅卦有弯 血光无法接你牌 梦到雾园多少路 固者接待 将天中 我与其诺不出门 别我 咋死呀 今天连夜无穷地 还要和我一夜子 当然送客咸阳道 大雪破了龙王调 青东美酒走出千 千万可子青人以外 尘黄西十年龙乐 尘黄西十年龙乐 有色天王西女者 可怜九月初三夜 大西红就烂变 一月老高就足以 我认得三十个铃 一说一言认识 你咋你咋你咋你 这某些小编毁人 这叫毁人不倦 熊老师看见这个谷歌清奇了吧 是 就像你说的比较旗致 但是我注意到你写的一个文章 你另外讲的一个东西就更深了 他就是说什么 说没有孤独 诗词大会就是灯迷大会 是 这话您这个 我其实想说的是什么 我在那个文章里也说了 就是说 因为我自己以前上大学的时候 也写了一些古体诗 更多是自己苦闷情怀的一种书发了 然后我就在想我自己 假如若干年以后 有人在节目里 在背诵我的诗词 但是他背诵的时候 不是说当时这个诗词的那种心境 更多的是说 有一个人 把中间的字拆去了 然后他去填 填的正好 大家鼓掌说 对对对就是这个字 它变成填空 灯迷一种游异式的一个东西 就把那些原来的真正写东西的那种场景 那种可能只有个体能体会的那种文化的精致的东西去除了 太不严肃了 它不是简单的不严肃 我是说可能诗词里面特别好的东西并没有表达出来 就反倒是在那种戏谑的场景里面 那种填字游戏里面 就是把那个文化的精华的东西至少没有真正带过来 但话说回来 我不是完全的反对说诗词大会 或者说很多人对诗词的背诵 因为我自己也背过很多 而且我也算是深受其异 我只是就是对有些人就过高的就把这个十字大会描写成一个什么样的非常优秀的一个文化事件 我觉得可能没到那个地步 熊老师我也送你一个评价 这个评价来自于我们家 我一个侄女 90后了 就是那个女孩子 我送给你不要生气 因为他就是这么说我的 熊老师 你怎么这么臭屁 你不要这么臭屁 有点什么红你就看不上 对我跟你说 我过去闹不太清 我说现在年轻人怎么都爱说臭屁 我说臭屁 这次我那么明白了 你知道这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说就你们文化人太难伺候了 就是比比方说好比我过去讲过 我说这个现在有很多综艺节目 嗯 你知道吗 我真的跟人民群众我要向他们学习就有很远的距离 嗯 我在这个平台上我做的事很大众很主流 对吧 但是我私人的爱好上呢 我跟大多数观众还真不太一样 嗯 就比方说很多很火的综艺节目 对吧 我是真的我不是说人家不好 嗯 我就让我的团队啊 嗯 我说你们一定要看哪 人家能够这么成功 那么多人喜欢 嗯 一定要总结经验对吧 这个就去学习 嗯 但是我自己呢 不看 都看过一集 嗯 看这一集的时候 对我来说呢 适当业务学习 嗯 你看我之前我说过这种心理 就是他们就讲 他说今天现代人那么累 忙了一天 就想看点这个大屁 什么这哈哈哈哈 一乐不完了吗 对吗 不轻松吗 嗯 我说那我就是怪胎了 我你看对我这个电视工作者来说 我说我看这个成功的综艺节目啊 是好累的 嗯 我怎么就觉得我对我来说就是业务学习 但是呢 我要看个discovery的纪录片 我看本这个 太臭屁了 太臭屁了 我发誓这是我真心的 那是我的休息时间 我觉得好轻松 嗯 然后我这个侄女就爱看这个诗词大会 嗯 我呢 也有点类似你们这样的一个观感 嗯 我就讲了两句 然后他看着我 二伯伯 你怎么这么臭屁 我说臭屁 他说就像我们班里有些的男生啊 就故意装的呀 就是说的样子 很的样子 好像大家看的你就看不上 我说 我说不是这节目肯定很好 但是 我要补充 就电视这个形态来说 我没有觉得那个诗词大会不好 从电视的角度 他是成功的 我反对的不是这个节目 嗯 我是说有些人把一个孩子能背 唐诗诵词会背 把他捧到极高的一个地步 我反对是这个 因为我我我认为 其实就记忆本事 他更多的是记脚 你花点时间就可以了 但是在中国的教育里面 在我们社会氛围里面 很缺少私的一个层面的东西 就我刚才说的 如果只是学 只是填对了答案 这就是个标准答案的游戏啊 但是 你只是填对了这个 但是其实它是不够的 但是你怎么 我更多的是 我没有否定这个这个这个节目 对 也没有否定大家去背 我否定的是 对一个背送了很多东西的人 对给他那么高的荣誉 我反对是这个 但是我认为我们缺少一个私 但是你比如说 你怎么知道人家武艺书 人家不会撕呢 人家 我没有也不是否定他个人啊 我是 我说的是这种氛围 对对对 这个趋向性 对对对 提倡的是什么 对 当然咱们也背的没人多 所以可以这么一了一了 墙墙三言行广告 之后见 其实我注意到还有一些人评论挺有意思 就是说为什么这节目那么火 嗯 好多人看这个节目啊 唤起某种回忆 嗯 就是教孩子被唐诗的时候 那种共感的那种东西 而且呃你的确你从节目的角度上来说 人家是有人家的窍门的 比如说选择的这个诗啊 一般来说啊 不难 嗯 也不是那么容易上口 对一般比如说是 是不是中学水平 还是就是就是一般人都觉得 好像我也能学过 是吧 我也能知道 他这种参与感的感受强 他不会选处词啊 不会选诗经啊 不会选像韩玉啊这样 可是 背起来很不舒服 就是唐哥 我就沿着刚才这个书啊 我就真觉得 就是咱就聊到这个节目之外来说啊 说什么中国是个什么诗性大国 我觉得近些年的发展 让我觉得有点像一个魔性大国 我就在想 咱们过去一直认为 中国是一个诗词大国 包括这个诗词大会这么火哈 可是我觉得啊 这个诗意 真正心中有诗意的这种感觉啊 我怎么在咱们社会的很多从装修到服装到人们的言谈举止 我看不到 哎 你不要说别的 你看咱们在很多欧洲小镇 嗯 您说 甭说人文化高低 你看没有 每家每户的窗台外面 放花 他放那个小花 他放在外面 他装点外面 我觉得 这就是有一种美感和诗意啊 是这样 我一直有一个比较耸人听闻的看法 就是我们的局级干部如果能够会被一百首唐诗 我们国家的面貌会得到彻底的改变 就是我们的科技教育要远远强于常识教育 常识教育要远远强于美学教育 原因很简单 一个史无前例那十年光机摆的文脉一段 剩下的恢复的时候 一穷爱白的时候 先吃饱肚子 先把这些路 桥先盖好 所以先弄了一些科技的东西 然后再考那种常识 什么是三观 然后再说什么是美 结果你看到 眼睛里边全是极丑的东西 如果你在街上能看见点赏心悦目的 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小角落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 诗我们的确现在不是一个诗的大国 但是我觉得总有一个但是 你看到文脉东西在慢慢续起来的过程中 会有些很美的很诗性的东西在潜思暗涨 比如说其实建国以后 特别是文革以后 现代诗的成就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 有可能比散文高 比短篇小说高 甚至有时候可能比长篇小说还要高 如果你过一百年 过两百年 你指的像北岛故城当年 一大批人 对汉语的贡献 我说对汉语的贡献 我原来中学的时候写诗 然后上大学没写 工作若干年以后也没写 也是最近这些年又开始捡起来 所以我又试着读了一些这些年 可能很多其实名不见经传 但我发现其实有些非常好的诗 那些诗就是比你刚才说的 可能北岛故城写的可能还要好一些 他局部有一些 所以他们被掩盖了 那另一方面 刚才我其实很同意冯唐的说法 其实他谈的是一个美学的概念 所谓的诗性背后其实还是美 你刚才说比如在巴黎 看到那些窗子上面 印象最深 就那些红色的小花 你觉得真很美 为什么我们的窗子没有花 而且往往都是铁栏杆 你说咱说小楼一夜听春雨 明昭身相买杏花 你到日本的京都 你会自然的引出南朝480字 多少楼台 因为有庙 因为咱的庙都被拆了 对 我西风东土 那本书里面写到一个日本的 就是中国去日本 然后留学 最后留在那 慢慢变成一个所谓的一个右翼人士 就是对中国很多东西是反对的 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为什么留在这聊天的时候 他就说了这一件事 就是你刚才说的 他说有一次去京都 他就想起了你刚才说这个词 南朝480字 对 他说原来中国在这 他在这 那我就留在这 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其实我们人生 其实很多时候也在寻找 你说的诗意的东西 美的东西 但是的的确确 在过去很长的时间 我们美的渊源 这种血脉文脉断掉了 而且事实上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管理很多 都和美是没有关系的 要的是标准化 整齐化衣 比如说我们城管 我记得就是我住的那个地方边上 原来有一些那个招牌挺好看的 后来那个城管 他们把它就完全弄成一个 字特别特别小的 全标准化的 你远远的看不到这个店 到底叫啥名字 要走得非常近 才能分得清楚 好